农村的南瓜真的是吃不完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南瓜三吃 怎么把最普通的食材做成高级的小甜品 这个先拿去洗一下 妹妹走 这个南瓜长得真漂亮 拿去洗干净 也好了 拿回去 好的 慢点 先来做第一款日式南瓜塔 这是100克的饼干 先给它敲碎 加100克的黄油进去 用了一个8寸的母具 直接给它倒进来 先拿去冷冻一会儿 烤成这样的泥状 加20克的玉米淀粉 10克的糖 65克的淡奶油 再敲一个鸡蛋 让它过来一边筛 这样搅匀就可以了 这个是冷冻好的饼干底 然后把这个南瓜泥倒进来 拿去给它烤 再来做另外两款南瓜小甜品 这个天说下雨就下雨 突然好冷呀 我还穿了一些羽绒服 然后给它沾上一层白芝麻 再给它搓圆 再给它搓圆 表面再给它刷汗一层油 做好了拿去给它烤 先给它放凉 表面脆脆的 的脆脆的好好吃 现在来做第三款 面团还是刚才的面团 先搅上一层 搅上一层饼干 蘸上一层白芝麻 最后一个可以用空气炸锅烤箱或者油煎 我今天准备用油煎 我妈说我这个给外面买的一样 这也过也好了 我们放在这里 这个南瓜塔也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觉得还是这个最有食欲 掰开给你们看一看 哇 拉丝 这个吃起来之中脆脆的 真的很好吃 假装很高档的南瓜小甜品 强烈按理你们这一款南瓜饼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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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